我現在介紹的這家店 跟我們剛剛吃的 那兩家店都很近 很近耶 其實我建議大家 來保安宮這邊 車停著 車停著 對 你就可以走動走來走去 這整條都是吃的 是可以吃得到 而且都是非常好吃的 超級好吃 所以你從保安宮那邊 就一直吃吃吃吃吃吃吃 我告訴你照我們的點吃 就是基本上是順路的 順路 一早飽到醋 不會醋啦 你會飽三天 我們第一趟吃沙巴補水魚 對 補水魚羹 第二個是香菇肉跟一些肉燥飯 第三家呢 黑林肉飯 不可能是那一家吧 哪一家 台南大家來都會推薦吃那一家 A型啊 對 我告訴你只要上網查 台南必吃什麼 A型一定會出現 對 而且是很多觀光客 跟在地人 再次一次 觀光客 再次 觀光客 觀光客 你好 你好 A型是日本人嗎 沒有啦 A型沒有啦 你算你們 阿祖 阿祖 阿祖了啦 那當時為什麼會叫A型呢 我其實滿好奇這個問題 因為A型他們是姓葉 然後 叫葉成 對... 因為個子不高 所以那個大家都叫A型... 所以那個是老闆的綽號 有人叫妳在啊 叫什麼 你叫冰淇淑嗎 對嘛 那就是這樣 不管你說因為你真的很有名 所以我前幾天在台南的時候 已經有叫過你們的外送 外帶 對 你覺得外帶跟... 小梁哥又來了 小梁哥 他怎麼可能花錢吃東西 還是他沒付錢 對啊 那有帶朋友來嗎 帶他老婆啊 他老婆付啊 你想要他透什麼話 好 這樣啦 你看 有的啦 你看啦 對啦 真的吃進去要先保重一下 合理嗎 妳要吃飯才吃 不是 我聞得很深火化的 合理的 我有藕包 好... 謝謝 謝謝啊 對啊 要吃飯還是要補什麼口號 對啊 吃肉再補 而且這是火龍蝦 好香喔 火燒蝦 火龍是接火 火龍火啊 火龍火燒蝦 火龍蝦 火燒蝦啦 火燒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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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跟一般的蝦不一樣 怎樣不一樣 它比較軟 又比較好吃 而且它是人工剝蝦 那些人敢去剝蝦 而且把那個藏泥都弄掉 而且它們蝦子直接可以直接吃了 很方便 也不要去什麼尾巴什麼的 對 它都幫妳剝好了 我看那個蛋 蛋 我跟你講這個蛋 我要半熟 半熟怎樣 弄破在飯上 對 那妳要哪一個 我都可以 隨便妳啊 好 那我要把它弄破在飯上 妳這個是全熟 全熟喔 對 趕快先弄破 OK 你看啦 這個蛋 我要半熟啊 你看這個蛋 不住 它是半熟的 蛋 然後呢 然後就嚼嚼的啦 不用嚼 這個我跟妳講精華就在這一塊 對 對 這樣吃喔 我跟妳講小聲姐本身 非常喜歡吃蛋液 為什麼 聽起來怪怪的 不是因為我們生幾乎路 她在生蛋了 蛋液龍還有火燒蝦喔 不是火龍蝦 是火燒蝦 它這個蛋液吃完它的精 精神會來 吃完它的蛋液精神會來 對 蛋液就是要這樣吃 但是 好好吃喔 這蛋液 真的是太大 你不要吃一下 蛋有合格嗎 對啦 蛋合格 因為我跟妳講 只要是半熟蛋我都愛 但是我這個是全熟 但它全熟吃起來也可以用 那種很像蛋包飯的吃法 但是你光這樣吃就超好吃的 那個就是整個就是蝦子的味道 那是因為你沒有拌肉蛋 沒有 這樣就超好吃的 它本身的飯鹹度就非常夠 很像是有點豬油拌份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飯是 有密的蝦汁下去炒對不對 還有才藝高湯 還有才藝高湯下去炒的 難怪它的飯率 就是充滿了蝦子的味道 對 才特別啊 我跟妳講好了 我跟妳講 來啦 這愛心耶 這樣啦 這樣我會變冰淇淋了 老闆我要換湯匙 叫妳吃一下嗎 那整個雞把它噴進去是什麼 對 有東西不敢調狀的 我都買整個雞在噴 這樣不能買 對啦... 妳看那個蛋骨啤酒喔 這是要吃的啊 這麼好喝 好喝喔 我真的受不了了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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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妹妹啦 皇宇就好了啦 皇宇就好了啦 皇宇啦 妳裡面還有啦 還有啦 對啦 然後這個辣辣之後 它又會吃氣味又不一樣 對啊 原味就不一樣啦 天啊 它的蛋怎麼跟它飯 那麼的配啊 對 而且又營養 吃起來又營養 愛營養 我內聽說... 喂 蛋養營養啦 你要講清楚好不好啦 我講很清楚咧 妳不是 優子節目 怎麼會說這個啦 就不可以煮到這樣 不要煸掉 對啊 真的好好吃喔 我回來一定都會吃 真的 這湯很可以耶 很壯啦 反而我淋過嘛 這個湯跟飯 我跟妳講這個... 它的湯很清爽耶 這湯跟飯有味道是一氣的耶 對... 對 只速連結 它們沒有骨肉分離的那種感覺 那它的湯就是柴魚湯吧 柴魚湯 對 柴魚湯 喝起來的它的鮮甜鮮甜的四味 第一次喝到的鴨蛋蛋 真的非常重 真的耶 很特別耶 一定要來這邊的鴨蛋 好喔 好吃耶 對啊 這個人會知道 或是中途都可以 暗飯都可以 如果來吃 妳也說來做湯這樣 我跟妳講妳覺得妳有夠幸福 妳知道它是火燒蝦 火燒蝦對 火燒蝦 對 火燒蝦 對 因為在台南岸邊的鴨蛋 還有它的新鴨蛋的 最新鮮的蝦都在哪兒 什麼意思 火燒蝦不是一個做法嗎 沒有 火燒蝦是這隻平種 我是以為它是用火去燒這個蝦 對啊 它就是比一般的更軟 它皮比較好吃 對 比較好吃 所以它是用火燒蝦 不是用一般的蝦 好吃 有沒有 老闆 調味蝦的一樣 彈紅通通的 紅粒喔 對... 妳說妳是火燒蝦 妳說我是火燒蝦 妳說我剛剛是紅色的感覺 它火燒蝦 它火燒蝦而已 燒起來是一個耳朵 火燒蝦啦 一天一頂喔 一頂小心 好飽喔 真的 真的太好吃了啦 不吃完又吃不吃了 對 那我們可以換個口味 就是想說買個飲料喝一下 有... 蒸燒蝦... 蒸燒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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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妳有冬瓜茶喔 我要冬瓜茶也可以 我要青草茶 好 我要青草茶加冬瓜茶 可以啊 可以這樣配 可以啊... 妳是亂點然後突然用的 我是亂點的耶 冬瓜茶 真的耶 妳喝一下那個青草冬瓜 青草冬瓜茶 如何 味道如何 就是青草茶 比較甜一點點的 我覺得老闆娘 妳騙我 沒有 顏色不一樣 妳看 沒有 顏色不一樣 有 顏色不一樣 這個顏色在深啊 對耶 顏色很漂亮 可是它還是青草茶的味道 青草茶味道比較重 老闆娘 冬瓜茶好喝耶 不會太甜 不會 很剛好 我們小時候就是都是喝 冬瓜茶跟青草茶 對啦 味道比較鹹 付錢啊 付錢 沒太錢 你王柴華或霸王茶 有可能這樣 不要跟人家說 你說我大聲大聲 你喝霸王茶 你喝霸王茶 6次了 有... 待會兒了... 有了... 所以我們要吃的另外那一家 在那裡對不對 在前面喔 這條就是我俗稱的國華街 假如來台南一定要來這邊 吃各類的小吃 有... 是 那我帶你們去吃一家 小卷米粉 好 好 為什麼台南的小卷米粉 好像也很有名 非常有名 我看到台南走到哪 都有一個小卷米粉 走台步喔 我不想跟他走在後面 這也好丟臉喔 重點... 沒有啦 這一邊啦 妳還在那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禎 哈囉 我是小賴 嗨 是不是每個週末都煩死了 到底要吃什麼要玩什麼 小孩一直炒 真的 這鎖定 我們時尚玩家的YouTube頻道 沒錯 我們會持續的 繼續介紹好多好吃 好玩的地方給大家喔 另外我們網路還會有 獨家的木耳花絮 跟精彩的內容喔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 趕快訂閱起來 然後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囉 七雷 七雷 七雷